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端需求疲弱 还有中端的库存 序话没有达到预期 恐怕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关键的原因 客户端 调整库存 砍单剧烈 市场端 手机 电脑等消费性电子需求 仍然疲乱 都造成影响 台积电四月二十号迎来第一季法说会 毛利率 夏季猜测等都是外界的关注焦点 二季的毛利率可能还是会有下滑的状况 因为第二季本来就是电子股的淡季 接下来台积电法说我觉得关注 第一个就是资本支出 那另外一个就是AI的应用 能否让台积电的整体的营收在持续往上推高 市场也关心 美国今天法案会不会冲击台积电营收 毕竟政策要求与美国政府分认 还可能让商业机密曝光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先前就公开表示 有些补助条件没办法接受 而据路透社报道 台积电证实 针对法案的指导意见 已经正在和美国政府直接沟通 我们是希望这些相关的补贴的立法的细节 不要影响到双方的产业合作 而台积电十一号开盘下跌7元至522元 目前台积电正值法说会前兼末期 没有最新回应与说法 华氏新闻黄天罗大伟台北报道